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21日 星期日 這節繼續John Connor跟大家說香港的時事 這節關乎香港的法律界的問題 當然很多朋友都覺得香港 法治已經淪陷 左派媒體嫌香港的法治其實未夠淪陷 希望再進一步 繼續攻擊 這次他們攻擊的目標 就是大律師工會的主席夏博夷 一眾左媒 發現大律師工會主席夏博夷 曾經擔任過英國的議員 也有政黨的背景 這班左媒 發現了這件事之後 就是如獲至寶 不斷攻擊 甚至乎聲稱要利用這個社團條例 針對大律師工會 要將這個組織 停止運作 詳細講這個新聞跟大家分析之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二部曲 Patreon 訂閱我們的頻道 Patreon還是有增長 雖然比較慢一點 遇到阻力位 3,800多之後遇到阻力位 希望 繼續 得到支持 另外就支持五部曲 Youtube暫時 得以繼續營運 希望大家也努力支持Youtube 繼續 按like 用Facebook Twitter和社交媒體分享我們的節目 推廣給朋友 介紹給他聽 如果你覺得某一節特別好 或是某一節話題適合某些朋友 推介給朋友 效果是最好的 記得建設性留言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的頻道 其實主頻道還有訂閱增長 已經是 34萬多了 當然 最佳支持方法就是繼續看廣告 欣賞YouTube廣告 所謂欣賞 不用花那麼多時間看 開另一個視窗打開播放就行了 當然如果真的想看 當然可以看 因為廣告太多 因為他自動派給我們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知道有多少 最好有多少 你們看多少呢 最好就不要浪費時間 開另一個視窗的人去播 最好的方法 如果遇到可以點擊的廣告 最好就是按下去 也會彈出另一個視窗 廣告視窗 多按幾下 多謝大家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後備戶口 星期二日報 星期二日報已經不再 不再是一個小戶口了 已經有萬多人訂閱了 多謝大家支持 我們要繼續說回大律師工會 主席被追擊的事件 甚至乎要追擊 大律師工會本身 如果翻查文匯報 和大公報寫的文章 你就會發現近這幾天 他們是瘋狂進擊 即管看看這些文章說甚麼 跟大家分析一下 再嘗試駁斥他 大律師工會主席夏博爾 一上任就叫囂要修改香港國安法 妄言擔心香港自由不再 引起本港社會強烈質疑和不滿 有嗎 沒有 夏博爾更被揭發是英國政客 這個定義 真的很有問題 待會再嘗試駁斥他 為擔任大律師工會主席才匆匆持任 更令外界質疑其言行 有強烈政治意圖 資深法律界老友對志明說 作者叫李志明 面對社會質疑 大律師工會須發聲明 將夏博爾的言論稱為個人意見 不過故左右而言他 未與夏博爾徹底割蓆 與人大事化小的感覺 其實 夏博爾作為主席發表的公開言論 自然被理解為代表大律師工會 換個角度看 一個不代表工會的主席還要令工會背鑊 要來做甚麼 老友指出 法律界老朋友其實是不存在的 只不過 文匯大工最喜歡寫文章 就說有老朋友跟他這樣說 實際上就是他們自己的意見 大律師工會是以社團條例註冊 按照這個條例註冊的組織 若果被認定與外國 政治團體有關聯 當局有權命令組織停止運作 夏博爾被揭發 曾經長期收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助 有隱瞞英國地方議員身份 發表支持 藏獨等言論 這些都是范大忌的言行 他一日不辭任大律師工會主席一職 也難免令人質疑他的言行 代表工會立場 工會真是水勢不清 工會作為本港 影響 舉足輕重的法律專業組織 原來你真的覺得 舉足輕重嗎 為甚麼你又提倡要用社團條例 將其停止運作呢 匪夷所思令人 繼續說下去 其獨立公正就會受到公眾質疑 為免夏博而一人拖累 工會應當 當機立斷 作出明治決定 釋除公眾質疑 挽回工會的公信力 整個文章 由始至終都是要向夏博而逼供 要逼他 就是 辭任 但是大律師工會主席按 大律師工會的章程就是由會員 投票通過選出來的 換句話說 如果你無端端要用其他機制要求更換主席 又或者要逼令對方辭職 基本上 就是違反大律師工會裏面 的會員投票意向 另外當然要補充 社團條例再一次看到 條文裏面是多麼嚴苛 過往香港面對著這麼嚴苛的 條例 港英政府 以及以往的香港 基本上 就是法例存在 但是絕大部分時候就不會拿來引用 今天就回到 今天不單止 將最嚴苛的條文 拿出來使用 包括所謂的煽惑罪 不但也還要在法律以外外加其他 真的加外掛了 這個真的是 大陸經常用的術語 叫外掛 還要開外掛 用這個 基本法附件3 將外掛的國安法放在香港運作 出籤也不夠 還要開外掛程式再出籤 也不但 夏博宜作為大律師工會主席 其實他們一直都對前任大律師工會主席 都已經相當不滿了 因為 大律師一直都 站在香港 自由民主的這一邊 這次換上夏博宜的時候 正正被他們找到 夏博宜 曾經參政 的這些身份 所以就出來 瘋狂進擊 還有幾段跟大家說話 老友繼續具體解釋 社團條例對於禁止香港社團 與外國政治聯繫 要求很嚴格 條例第8條寫明 如果社團事務主任 認為因為國家安全或者公共安全需要誘惑社團被認定 為政治性團體 與外國政治團體 有直接或間接聯繫 社團事務主任也可以要求保安局局長 發出命令禁止該社團運作 夏博宜被揭成擔任英國牛津市議員 尤其是英國自由民主黨資深黨員 英國的自由民主黨一直都是在野的反對黨 也要提到大家 自由民主黨就是主要 BNO平權的推手 所以這件事 當 左派發現 原來夏博宜跟自由民主黨有關的時候 當然 當然 就是 瘋狂追擊 一定要置夏博宜於死地 大律師公會主席按慣例是本港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當然成員 手握推薦法官大權 堂堂大律師公會主席竟然由英國政客擔任 難怪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質問 香港到底是誰 加天下 CY的質問代表了港人心聲 絕對沒有這回事 大律師公會作為法律專業組織難度不清楚社團條例第八條的規定 老友亦質疑 整個事件就是針對着夏博宜 這個自由民主黨黨員的身份 又要問一個問題 為甚麼 作為 一個工會的主席就不能夠有任何 政治的取態呢 假如有任何政黨的立場 就需要將主席 辭任 中國共產黨 一眾高官是不是也需要辭去共產黨黨員的資格呢 為甚麼你不叫習近平 辭任共產黨黨員 退出政黨 因為你的國家 是一黨專政的嘛 只有加入共產黨才能加入政府 才能成為權貴 如果其他的地方 即是用這個 方向 用這個 取態去質疑 也算上算成立 偏偏就是你中共 中共的黨媒 你自己也是黨媒啦 有甚麼中立性可言呢 你自己每一件事都需要是黨員 才能參與 質疑對方其他人 擔任工會就需要 需要沒有任何的政治取態 另一點 當然關於大律師公會主席能夠推薦司法人員 的這件事 其實也只是在制度上 容許他成為當然成員 當這個制度 要一手收回這些東西的時候 這些所謂的權力根本就從來都不是大權在握 其實到最終 只要律政處say no的時候 任何被推薦的人 都不能夠成為法官 這篇文章就偷偷地把這個 資料隱瞞 實際上擁有絕對否決權 依然握在律政司手上 律政司 作為 檢控的人員 最高首長 他是不是又有甚麼政治聯繫呢 要出來澄清呢 是不是 為甚麼他去英國 無端端被人迫回北京 在北京發生甚麼事呢 背後有甚麼政治力量呢 又需不需要調查清楚呢 需不需要割蓆香港政府 跟鄭若驊本人 大家都知道其實要駁斥共黨的歪理就是不困難 不過 整件事的處理上確實就是有 做得不好的地方 當然我相信就算再去投一次 投票 大律師工會會員多數都是會支持 薄疑 到底會不會 左派甚至乎政府 煽動到政府最後動用社團條例 去 所謂停止大律師工會運作 首先第一 假如將專業團體工會停止運作 本身對專業團體 沒有大影響 對於專業人士是繼續執業的 但是假如大陸真的要走到這一步 甚至乎要停止一個法律 團體 專業團體的運作 這個 這個 都可以說得上 就是一個攬炒 撕破面具 撕破面具 撕到極致的一個做法 某程度上 其實我是樂觀其成 假如大陸夠膽把 撕破 剩下的面具 剩下的面具 還要再撕下來 當然 對於 往後的局勢 其實只會更加有利 最主要就是使得國際 再沒有餘地 覺得香港 是有險可守 但是恐怕如果這樣做 可能會影響 反而是一宗建制 親建制 大家也知道 不是大律師 全部都是 所謂黃絲帶 其實裏面大量 還有大量的所謂藍絲 或者支持政府人 如果你停止社團條例 是不是代表一宗支持 支持這個 政府 包括 湯家驊資深大律師 他的資格 也可能會出現問題 這個也挺有趣的 甚至乎連律政司的大律師資格 也可能會出現問題 如果 社團條例 停止整個工會運作 令到所有 持牌人士的牌照出現問題 所以我們就一於坐定 看看 夠不夠膽做到這一步 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 最好你就快點要求 李局長去做這件事 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拜拜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